原标题 一个衰亡的王朝 被国内叛军打击节节败退 是先后击败世界强国 1616年 努尔哈治在赫图阿拉称汉 公然叛乱 1619年 萨尔许战役爆发 由于明朝残亡 反遭失败 从这一刻起 明朝的衰亡开始了 让人意外的是 就这么一个衰亡的王朝 在国内被叛军打击节节败退 在辽东屡败于女真 在关内屡败于农民起义军 但在对外战争上 明朝却先后击败了世界性强国 1633年 彭友德 尚可习等人叛国投金 农民军进入河北 威胁经济安全 在这一严峻局势之下 荷兰人又在南方捣乱荷兰东印度公司 对福建沿海进行的掠结和封锁 面对荷兰人的挑衅 明朝政府决定和荷兰人打一场 这一次战争大家很熟悉 就叫绕罗文海战 明朝以正之龙梅先锋 以优势兵力击败荷兰与流香海盗联军 其中荷兰人率领的是数十艘最新世代加农炮的战列舰 战 斗力非常强悍 规模不亚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 并非有些网文说的一支业余舰队 17世纪 荷兰人当时的世界地位如何 五个字足以说明 即海上马车夫 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就是荷兰的商船总吨位 占到当时全欧洲的75% 拥有一点五万艘商船 几乎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 有人说了 荷兰人只是商业强 不代表军舰强 明朝只是赢了一个海军弱国 实际上 在大航海时代 没有超强的海军实力 根本生存不下去 有统计显示 在荷兰最鼎盛时期 海军舰只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的一倍 后来英国学去了这一点 一直要求英国舰队的规模 要与一二三名的总和相当 然而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远东地区 所有精锐的荷兰舰队 面对日落西山的冥王仇 却不仅不能战而胜之 反而遭遇一场耻辱的大败 总之 明朝击败的荷兰 并不是一个普通国家 并非击败一支无核之重的舰队 而是世界性列强的精锐 甚至可谓当时全球海军最强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廖罗湾海战 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战役 有趣的是 二十八年后 郑真龙让儿子郑成功再度击败荷兰人 收复了台湾岛 一六六一年 在遭运北伐失败之后 郑成功带着残命败将转门攻打台湾 准备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国力争争日上的荷兰人 却败给了几乎灭亡了的明朝 荷兰人在远东四略几十年 却先后败于一对父子 让人不免感慨万千 康熙王朝中 在平定台湾时说 台湾正是集团与荷兰人勾结 准备出卖台湾 换取荷兰人的帮助 其实 正是对荷兰人伤害巨大 荷兰人烟会合作 而且 出卖了台湾 正是该在哪 在真实的历史上 清军与荷兰人合作攻打台湾 康熙曾准备把台湾送给荷兰人 所以说电视剧 康熙王朝是典型的颠倒历史 明末和西方的冲突 其实还有一场战争 这就是民英之战 1637年 英国在远东没有什么利益 只在印度有一些殖民地 但为了能获取中国商品 买到中国商品 就代表着丰厚的利润 就相当于今天的苹果手机一样 所以就跑到中国沿海 开始很嚣张 结果遭到了明朝反击 由于英国属于真正的武装商船 所以被明朝击败 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最后 英国赔偿2800两百银 但需要说明的是 1588年 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英国开始崛起了 只是商业比不过荷兰 但舰队实力是世界级的 这一件事微不足道 但却反映出明朝政府的态度 根本就不怕西方列强 一旦西方列强调适 明朝政府会敢于回击 此前还有1521年的屯门海战等 都是勇于回击 显然 和清朝一对比 谁更值得尊敬一目了然 总之 从奴而怕 赤造反之后来看 明朝处于急速衰亡的道路上 但在遭遇三场外战时 二场对战 荷兰人 一场对战英国 明朝是不仅敢于战斗 而且还全部打赢 这就让人责责称奇了 因此 从对外战争的角度看 明朝也可谓是最值得尊敬的王朝 在灭亡之时 却为中华民族打赢了三场关键外战 没有这三战的胜利 对西方形成的威慑 所谓的鸦片战争 可能会提前很多年到来 西方列强在中国肆虐的局面 可能也会早上很多年 二百年后 清政府没有内患之忧 乾隆刚刚去世四十余年 康乾盛是结谨过去四十余年 清朝国力强盛 至少和明末崇祯时的局势相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在面对英国舰队时 清军却一窥千里 百万大军挡不住万余英军 最后 皇帝带领四亿中国人举手投降 签下了耻辱的南京条约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为什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